又要檢查身体 又要开始做健康生活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最重要是没有食烟 没有食烟 食烟也有关产事吗 食烟也有关产事 为何我也要再提 因为我今天起码有三位病人问过我 我叫他你戒烟 你有色欲 然后他问我关食烟的事 原来我们尋常认为食烟只入肺 很多人不知道 原来大肠癌其中一个很危险的因素 是食烟 因为烟仔的致癌物 其实是可以经血液行云全身 可能我吞口水 吸一口烟之后吞口水也能量 不需要 那股烟霧入肺部 肺部会帮你吸入血 然后经血液是一样可以行云全身 所以大肠一样可以由于这道致癌 原来真的要爱惜身体 食烟也不是太难戒 现在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方法 难不难 老实说事在人为 明知对自己不好 难也要戒 是 为了身边人 为了自己 有几年可以很辛苦 我想再问两句 一般来说 大肠癌的年纪 不知道为何各样都有年轻化 大肠癌有没有年轻化 其实统计数据不多 但若以临床我们能见到 年轻化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去到多少岁 其实去到二十多岁 我也有试过认断是大肠癌 可能有家族遗传 没有家族遗传 他的饮食习惯是怎样 典型香港人的饮食习惯 又是早上ABCD餐 下午ABCD餐 晚上有上午ABCD餐 没错 然后整个很好吃的包 这些包都是影响着 我相信是 谢谢 多谢吴医生 多谢你们 大家爱识身体 记得早点检查身体 像谭校长那个年纪的人 先看医生